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美丽 今天啊跟大家唠唠金刚 关于她的电影啊是层出不穷 故事也是逐渐丰富啊 哎呀即便是炒冷饭 口味也是各有不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近两年的新作 金刚之骷髅岛 这也是部呀群星云集的大制作 嗯故事是这样子的 话说呀人类文明存在几千年 有很多未知的地方 绑带着我们的探索 电影里的这俩人啊 大胡子老哥和小黑呢 就天天研究点这一事 这天呢来找政府议员 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岛 上面绝对有大发现 你呀给我们拨点款再派个军队 咱们有了发现啊 也能在苏联面前显摆显摆 议员在他俩的软磨硬泡之下答应了 另一边呢上级联系到了 刚才越南打完仗的作战指挥官大猪 跟大猪说呀是个地质勘测的任务 于是愉快的答应了 慢慢的又找到了荒野专家 帅气的得子 说他可厉害了 宁可加钱也得叫他来 后来还有摄影师鸭蛋 还有这一众这个绝佳那个专家的 再加上我们国际知名巨星 大田田扮演的生物学家 哎呀再加上一支满边军队 他们就开始前往骷髅岛了 眼看快到了 但是暴风雨拦住了他们 于是一行人驾驶直升机 冲破险境 进入了骷髅岛里 哎不是说神秘的小岛吗 这么容易就冲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啊 先是感叹了一番美景后 大胡子就开始下令扔炸弹轰炸了 说呀为了考察地形 但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引出我们的主角 金刚刚哥 很快呀 在自己家带的好好的刚哥给他炸出来了 刚哥气得三拳两脚 就把他们对苍蝇一样的直升机都打下来了 炮灰们也是一个个都挂掉了 身为作战总指挥官的大助被打蒙圈了 想我历经沙场这么多年被一个大猩猩打成这样 于是质问大胡子这到底怎么回事 大胡子招了 说来这儿就是要探知味之文明 研究这些巨兽的 行吧 闯关模式就此开启 他们的第一关后剩下了一部分人 但是他们却炸分散了 得子 鸭蛋 大田田和几个人在一起 溜达时啊 还发现了原始部落的人类 还遇到了二战时期就流落在这二十多年的长棍 长棍说呀二十年了终于见到亲人了呀 后来长棍跟他们介绍到 外面的金刚呢 则是这里的王 真正可怕的 是这个岛上的巨型蜥蜴 见到亲人后 我们的长棍啊 还展示了他当年出世的战机改造的船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到过几天 接应他们的大部队那里 于是告别了部落 他们一行人准备会合 他们也顺利的联系上了大助他们 见名后啊 是互素中长啊 这边说见到了巨型大蜘蛛 这边说啊 见到了巨型水牛 看来这骷髅岛都是这样的大生物 行吧 但是啊 正准备先往接应地点的时候 大猪发话了 说要去把金刚解决了再走 不然我那么多兄弟白死了 大哥 谁让你们先招惹人家 不作死就不会死呀 长棍也说啊 这个岛上不仅有金刚 还有大蜥蜴 惹了他们 咱们身也活不了 但是拗不过大猪啊 一行人只好去一趟 果然这一趟作死距离 引来了大蜥蜴 而且又死掉了几个炮灰 大胡子专家也领了盒饭了 这时帅气的德子 帅气的杀了一包怪 哎 看那小美丽我花枝乱颤 疯狂为斗森打扣 谢谢 最后啊 鸭蛋又来了个助攻 他明星人才渡过此次难关 但是啊 大猪这时候已经磨上了 都这样了 就是不死心 就是要跟金刚硬刚一下 去到了当时坠机的地方 拿上了武器 在当晚布置好了陷阱 德子鸭蛋大甜甜还有长罐和小黑等人 分成了一派 在长罐在岛上二十多年的经验下 劝说大家一起阻止大猪 大猪这边也开始了 在一通轰炸下 很快引出了钢戈 陷阱啊 终归是陷阱 金刚被伤到躺到了地上 就在大猪想炸死金刚时 德子一对人赶到 阻拦了他 就在僵持时 岛上沉睡的最大的蜥蜴boss 也被炸出来了 看到金刚这样了 心想趁你病 要你病 这时几个人类看到这里心想 算了吧 小命要紧赶紧跑吧 浪在那种大猪啊 这时也被金刚一拳吹爆 领了盒饭 接着啊 就是中头大戏了 丑蜥蜴大战金刚 毕竟啊 这一战决定了以后 骷髅岛的地位啊 他们打呀打 打呀打 虽然大蜥蜴胜在灵活 而且被伤了的金刚 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 一开始蜥蜴站了上风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杠哥的大块头 伤了也能跟他掰头起下 但是这时候杠哥 突然倒在一片锁链里了 被捆住了 动弹不得 大蜥蜴心想 天助我也啊 就在即将下毒手之际 仅存的几个主角光环的小队 赶到拿着机关枪 对着大蜥蜴 狂吐吐 得到喘息机会的金刚 挣脱了锁链 还随机获得了落地装备 流星锤 并且啊 在女主鸭蛋的一枪助攻下 金刚先是一个流星水 来了个黑胡桃心 最后还在鸭蛋不小心落水 救上来鸭蛋后 来了一个首次大蜥蜴 解决了全场战斗 一切的战争 平息了 金刚潇洒的走去 他们小队也离开了这里 骷髅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最后呀 二十多年没回家的长棍 也回到了家 一家人相拥而弃 影片到此结束 这故事告诉我们呀 no做 no die 歪油踹 人家把在自己的地盘 生活得很好的 你非得去送人头 怕死的小魅力啊 我可没那么好奇 人类还是关好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儿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电影 我们明天再见 记得说